任嘉伦的古装 代表作品清选三部古装剧 周生如故锦衣之下大唐荣耀 三个不同的年代 三个不同的角色 三个不同的故事 哪一个是最让你上头的呢 周生如故是今年大火的一部电视剧 故事的主角小南辰王周生辰 是一个出于世家的权贵子弟 却愿意为了天下苍生舍弃 原本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 带着残兵不足去驻守边疆 小南辰王的这个人设 心有大爱 命护苍生 他身上看不到一般权贵子弟的交金奢靡 儒雅内敛性格温和 说他心里没有阶层概念 可他却处处紧守着礼仪 分寸感极强 总不做任何愉悦的事 唯一的一次没了分寸 还是因为自幼带大他的皇兄去世 他违背承诺回中州送皇兄一程 小南辰王这个人太守规矩 但又不设规矩 他府中的徒弟家臣 从不需要像旁人一样 晨昏定醒 他的每一个徒弟也都不是官宦子弟 大多只是出身贫寒的穷乎百姓 虽然最后的结局上略有些悲惨 但是这样的一位王爷足以让人一生铭记 无悔相识 看过周深如故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锦衣之下 会觉得陆毅这个少年格外有意思 他身上既有少年的骄纵姿意 又有世家子弟的老成识众 他身上既有情窦初开的温柔 又有锦衣味的狠力 说他是一个内敛持重的人 和他又屡屡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 像孩子一样可爱有趣 说他是一个暴力犯病的人 可他又数次在自己的部署面前温柔细腻 保护着自己的人不被别人欺负 陆毅这个角色的多面线 让他更立体更饱满 和女主的感情线也格外让人喜欢 冷酷的锦衣味 在心爱的女孩面前痴情温柔 鲜明的性格反差 让大家对这个锦衣味的故事 更加蔑蔑不忘 锦衣味传达了一种什么精神呢 势均力敌的爱情更加持久 也更加让人怜怜不忘 同时锦衣之下里 又很好地传达了家国情怀 把一对一 搞事业的小情侣更加饱满起来 不只有爱情的甜蜜 还有事业的拓展 还有亲情的温情 从头到尾 锦衣之下都在传递着一种很特殊的精神 平等共敬 相信不少人开始喜欢任嘉伦 是因为最初的这部《大唐荣耀礼》的李叔 那个字一傲交的少年广平王 扮相儒雅倜傍 深得观众的喜爱 广平王一出 横电立马多了一位古装小王子 任嘉伦更是凭借这个角色 一举拿下文荣奖 李叔这个角色 当年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周生如故 但当年的任嘉伦只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并没有太大的名气 粉丝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事业发展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江南北仍旧布满了广平王妃 李叔这个角色也很饱满 少年时的傲娇自艺 开场便是长街策马 一派少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而与历史的结合 已让这部大唐荣耀 成为很多观众追捧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任嘉伦会选择这三部作品 作为自己的代表作呢 第二绝大应该是任嘉伦 自己内心的那个加国大义 他心里一样不太喜欢小情小爱 同样惦记着加国大义 从少年时期的奥运梦 到今年中秋晚会上 任嘉伦满含泪水演唱少年 他心里始终是大爱大义 而不仅仅只是要做一个流量明星 他所希望传递给大家的是真正的情和意 这也是众多粉丝愿意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一个人爱他高贵的灵魂 而不只是俊俏的容颜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